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Cruze 最新的经济数据和企业业绩 先看一些经济数据 美国方面今早公布了贸易平衡的数据 一出来的数字就说3月份贸易差扩大了6% 去到481亿美元 多于市场预期的470亿美元 出口额升到1727亿美元 是纪录的新高 而在3月份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亿差是181亿美元 其实Steven 对于这一组的数字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个问题 其实存在已久了 那么特别是从2月份公布的数据 它的逆差是45.76个billion 那么在之前的数据是46.96个billion 那么在近 我又看过它的历史数据 在近20年当中 它的贸易逆差 一直存在的是存在一个贸易逆差 所以说这一次的贸易逆差这个数据出来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好惊喜的地方 那么无非就是它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那么大 从原来的45.76涨到了现在48.2个billion 当中的50%存在在哪里 那么很大一个程度上可能就是石油的价格 因为最近过去三个月当中 正好是石油价格一个普遍的一个上涨 那么对于美国是大量的进口石油的 是一个石油的进口国 那么换句话说 它对它的影响也就是很大的 再加上一个是美元的汇率的变动问题 也是在各个方面 对于它美国的进出口的一个价格 会有大大的波动 那么就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 也就是使得一个整个一个 美国过去三个月的一个贸易 会有提高贸易逆差 会有一个5%的一个增长 没错 今次这个疫差出来 扩大了 那么其实对于相对方 可能都会影响到 那就是美国第一季的GDP数字的预测 原本第一季的GDP预测 已经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如果这个疫差又扩大了 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GDP的数字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再来看看这些企业的业绩方面 先来看看我们的加拿大方面 公布了Enbridge第一季的盈利 3.344万加元 每个赚89仙 多过市场预期87仙 多过市场预期87仙 业绩都比去年同期的86仙 其实Enbridge就是一些公用股 其实防守性都比较强 其实今次出来的业绩也都挺好的 其实未来都会提高一些 可能也是 因为Enbridge它的一个利益 主要也就是经营石油石油的输送 以及天然气的输送 那么它在北美和全球都有它的业务存在 那么我觉得它的最近一个利益 它的一个收益比较好 可能也是根据最近一个油价的波动 使它的一个股票和它的一个本身的收益 产生了一个波动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是 它自己本身一个基础设施的情况比较好 它已经比较完善了它的基础设施 所以说也可以为Enbridge提供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资金流 那么最后它其实在他们自己的策略 也就是同时在完善自己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 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个基础设施 把它的利用的最大化 最后为它自己提供一个自然性的一个增长 那么就是这是它的公司策略上的运营的策略 那么我相信这个运营策略也会帮助到Enbridge 对于就是反映出Enbridge以前的一个收益情况 也会帮助Enbridge在今后的一个收益情况 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你讲开Enbridge的策略 其实也看到他们有一个我觉得是挺有进取的计划 其实希望他们在这个北部的地区 也会兴建一个新的一条输送的管道 总值是55亿的 希望将一些原油和一些油沙可以输送去到亚洲的一些地区 看到这个计划 现在还在研究中 不过如果成事 相信也会对Enbridge是一个好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相关的股份 另外除了Enbridge之外 美国各方面也公布了 就是这个Macy百货公司 公布了他们的季度业绩 其实出来也都非常之好 同时Macy也都上调了 全年公司的营领预测也都加排股息 看到这个Macy也都看好他们全年的表现 Macy的全新表现 我觉得他之所以为什么会提高他的预测 可能也是公司的策略 特别是他的CEO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经营策略 再加上他的成本的控制 他是觉得他做得会比较好 再加上他又提出一个专卖品的Line 那么这个Line也就是说 只有Macy他们是持有这个产品 欢迎话说他们就觉得这几个方面 会把他的成本降低 然后有一个专营的收入 所以说他也就会提出一个 他的上调全年的预测 是啊 出来 今天那些业绩虽然都不错 不过美股的美额指数是个别发展 可以看看三大指数其实表现都不下 道指方面升级5点 纳指方面跌近大概2点左右 因为标普方面也有点跌的趋势 其实见到今早开出来 似乎都是一般的 或者会横行一段时间 特别见到科技股方向纳指 也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跌幅 相信主要跟微软方面 收购这个Skype方面都有关 微软可能有些人就说 出80多亿去买这个Skype 价钱可能太贵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帮助到微软的业务 暂时都未知 当然我们在第二季投资的时间 都会详细和大家谈谈 我们先继续谈在数据方面 中国大陆也公布了 上月份反映中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按年升幅回落到5.3% 略高市场预期 按月升了0.1%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上月份食品价格按年升11.5% 非食品价格升2.7% 上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按年升6.8% 低过市场预期 而今年1至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按年增长25.4% 只为大陆方面的通胀虽然有少少回落 3月份去到5.4% 4月份回落了0.1% 但相对仍然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虽然没有再增加 可否在中央方面的调控措施 开始看到有少少效用 效果我觉得其实还不是很明显 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它虽然是通过了四次上调基准 然后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在上调 但是这个情况下 因为它的这次的一个通货膨胀的表现 它说是一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是受到输入的一些食品的 一些工资的所推动 形成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存在 那么再加上前面的 昨天就是它的一个报道出来 就是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又有一个 贸易又是一个顺差 那么黄金华说 其实在发改委官员他就表示 如果说是中国一直要保持 这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发展的话 那么前提就是可能要保持 承受在5%到10%左右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就是说民众要承受这个保持5到6%的通货膨胀率 那么政府的这些所谓的一些政策调控 以及包括一些行政手段 也就是为了保证它的通货率不会太高 超过这10% 但是仍然会给予5%左右 没错 那么看到虽然有点回落这个大陆方面的通胀 不过仍然相对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相对也会对于我们TSX会有点影响 因为这个大陆通胀那么高 投资者都会觉得大陆方面 对于我们的资源的需求可能会减少 因为价钱贵了 买少一点 也会对于我们可能一些能源股 或者一些资源股 都会比较有压力 也会看到今天早上一些商品期货的价格 都会下来 特别在油价方面也有点回调 大家都要留意着 今天我们多人多是股市的走势 说到这里 第一次时间就够了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